早上好大家,欢迎来到舞台说 中国最有名的国产品牌 除了李宁,匹克尔,安踏,红线尔克三雷等等等等 近些年来也新兴了一个新的品牌 然后它的发展速度,它的知名程度 虽然很多人从来没有穿过这个牌子 但并不妨碍大家很崇拜这个牌子 虽然这个品牌只请了一个代言人 并且这个代言人并不是什么小鲜肉 也不是什么当红的一线明星 但并不妨碍这样的鞋子和这样的品牌 在中国某一类群体里面 神一般的存在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双 逐利剑老人鞋 专业老人鞋,认准逐利剑 有点像我那个slogan 专业理财认准无财,有没有 逐利剑老人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哇,我们的凯利剑 然后这个鞋盒也写得非常的赞 老人要穿老人鞋 所以这个牌子的定位就完全是针对老人的 专业老人鞋,认准逐利剑 哇塞 然后 防身之一有 样子怎么样 我选了一个我觉得我还能穿的鞋子 然后这是一双剑走鞋 剑步鞋 whatever啊 今天的话我就去那个深圳的植物园 听说那边很宽敞 然后里面有一个庙 然后今天我就穿这双鞋去一下深圳植物园 顺便给大家试试看 刚刚在那个安保服务点那里 用微信买了一个票 然后 每个人要10元钱 所以这个公园 其实是收费的 不过10元钱不是很多 然后刚刚那边的义工跟我说 嗯 就是靳元是要买票的 然后他从早上开始喊 说 让没有买票的人先扫二维码买了票 但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骗子 然后就不买票 可是喊了一上午 嗓子都哑了 不容易啊不容易 这边环境真的是好 然后还有一些别墅 在那个下面 一点点 可能是酒店吧 不知道大家的买房的话 如果是你们买房 你们会怎么想 一类的话就喜欢住在市区 然后交通比较方便 购物买东西买菜什么的 生活配套比较全的地方 如果是我买房的话 其实我是想买在一个 无限靠近大自然的地方 我不想在太商场 或者太都市化的地方 观众朋友大家呢 你们也可以说一说看 我目前为止看到最多的一个书 它叫台湾相思 名字起的特别好 我决定选一个人比较少的路 就是那边吧 你看全部都是人 面前这里感觉是一个 感觉是一个爬山的道 爬山的道人就少很多 真的大家如果要来的话 先呼之人 强烈建议你们走这个楼梯 就是步行道 旁边是那个汽车道 就很好走 人特别多 但是如果走这边的话 就安全很多 不 就人少很多 不安全啊 就是如果你如果下午 或者天黑之前的话 就别走这条道了 这条道就有点危险了 旁边的旁边的旁边 旁边的旁边的旁边 我大概上山用了有半个小时吧 然后感觉现在已经在走这个下山的下坡路了 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 就是这个蓝色的 这个应该是防水闸吧 就是如果有森林大火的时候 它应该能出水 应该吧 我如果这期节目叫 寻找深圳天上人间 这样的标题 你说会不会被封 忧伤 我的帽子从这里滑下去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鞋子 首先是价格的话 我觉得是老人们都能接受的 因为通常我比如说 有的不穿的鞋 送给我爷爷送给我老爷 他们这鞋多少钱 我都会说的很便宜 因为说的贵的话 他们就不舍得穿 或者穿的干脆不会走路 这个鞋子的话 你就不用隐瞒他们 它就是 这个鞋是199 然后它有一些是299 大部分吧 中位数 关于中央鞋子的重量 它不会很笨重 然后它的中底 没有什么科技和抗扭 是可以轻易掰弯的 它让我想起来 就是Nike前几年 非常火的 就露娜登月系列的 宝布鞋的中底 给人的感觉 然后鞋面的话 它的广告上是有说 是编织啊 什么飞线之类的 但是其实呢 就是很普通的网面 然后透气性一般 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加一层海绵 是海绵 我注意 外面是这样网布给你的感觉 然后我比较在意的防滑呢 就是它还是做的比较良性的 它的鞋底花纹做的 比较的充分 然后我刚刚在家出门的时候 走路的几个声音 就摩擦地面 产生那个滋滋的声音 哇塞 全身鸡皮疙瘩在起啊 所以的话 这个鞋底的防滑 包括中底的柔软度 包括价格 我觉得OK的 然后透气性的话 我觉得有待改善 如果你是在给你家人买的话 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鞋子的话 透气性还好 尚可啊 尚可就是有一点低于我的预期 但是是及格的 那你知道年纪大的人 就有时候很关心 在不在乎 这个东西是不是皮 就觉得是皮就是好 但如果你给它买的话 千万不要买皮面啊 皮面肯定不舒服 最喜欢的一点就是 这个鞋子本身不用系鞋带 虽然你看这里好像有鞋带是吧 但它其实是 有弹性的橡皮筋来的 对 是橡皮筋 而且它橡皮筋不需要你系 后你穿鞋 唯一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魔术毡粘 粘进 OK 完了 所以呢 老人穿脱鞋子是特别方便 大家特别熟悉逐利券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它是在什么 CCTV5或者CCTV9 在中央电视台 长时间打面积 铺广告啊 好像搞的就跟那个 在CCTV上打广告不过时事的 因为CCTV上的广告 通常你知道 就是什么奥迪汽车 西门子电冰箱之类的 然后冷不滴的给你来一足利件 然后再来一个凯莉姐 所以就觉得 很特别 这个牌的这一点 做的非常聪明 就是它的target consumer 就直接定位到了老年人市场 而且在中国这个市场 我跟你说老龄化 代言人我觉得起的还非常好 就是请了我们的凯莉姐 就是凯莉姐吧 算是一个 我要玩 我要玩 去那边啊 走去那边 我就不信不能把你拉回来 来 叫你了 叫你 抱我 抱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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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吧 我觉得它有别于像刘晓庆啊 或者蔡明儿 可能如果请蔡明儿代言的话 这牌子可能就黄了啊 也不是说蔡明不好 就是蔡明太年轻 太更时尚了 那凯莉姐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 比较朴素的 或者说 你像她 稍微有点发福的身材啊 眼角的鱼尾纹 可能凯莉姐的代言就更有亲和力 而且我觉得广告打得特别好一点 就是她提到了说什么 比如说饭后走两小时啊 或者一些 比较健康的观念吧 反正一双鞋子可能没有办法 让我们年轻人真的就开始运动 但是有机会 让一个老人真的开始走出门 走上山 当你如果买一双一千块钱以上的鞋 都基本不怎么犹豫的时候 还在纠结一双两百块不到的鞋 值不值得买 哎呀 我真的是觉得有亏对于父母呀 对于老年人穿的鞋子 我们不要求太好的性能 或者尖端的科技 其实它没有短板 我觉得就OK了 价格上啊 舒适度上啊 包括安全性上 没有短板我觉得就可以买 所以这双鞋子可以买 我把这双 我从价格上把它定位成低端啊 在这样一个低端的运动品牌市场上呢 其实像有足利间这样售后的不多 我的鞋子 虽然它顺风发货 发货速度很快 我第一天下单第二天就收到 而且呢 它不光有鞋盒 甚至连鞋盒加固都有做 365天之内开交或者断底的话 是可以移旧换新的 再比如说每笔订单 如果你在网上下单的话 是会有运费险 就是说 如果马术不合适 你退换货的话 是不需要承担 回去的运费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牌子有 无理由30天的退换货 这样的售后 其实是一般 一两百块钱的鞋子所没有的 因为呢 综上虽然足利间的鞋子在宣传上 有大量的过分宣传的嫌疑啊 所以呢 如果你想进这样一份销行的话 足利间买吧 不是说你会有什么呢 不是说你会有什么呢 是想进来 如果你想进来 它有什么呢 是想到自己的东西 也就会有什么呢 是想到自己的东西